大家好,我是全牡丹 今天是个星期六的早上 我们全家到另外一个镇的足球场 然后呢,是我儿子参加他们我们村里的足球比赛 然后呢,我本来是想近距离的给大家录点这个 他们蓝色球队,黄色球队,是黄队蓝 我说挺好,这个是个机会给大家介绍有喜欢看足球的朋友们 然后我就很近距离的就拍了一些他们热身的时候的那种近景 结果呢,他们那个教练呢,就跑过来就说 你不准拍,我看你拍了,我说我没有拍 他说你拍了 很严肃的就是想阻止我 完了,结果他很快就把我们队的教练给叫来了 他说你看,他不可以拍孩子的 完了,然后我们这个村里的教练就说 他是家长,应该没事 他说那也不行,他为什么否认 他既然拍了他否认 那我说那我对不起了,我只能马上立刻道歉 显得太没水平,如果我还接着抵赖的话 我是好心,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又不会害孩子,这不会 我就说想照着他们这个男孩子,他们另外这个蓝色球队非常强壮 他们才16岁,他们的年纪都是在12岁到16岁之间 他分组的,就是说应该是10岁 所以现在的孩子都比较高大的,所以就是村里村之间呢 就是搞这么一个业余的一个活动吧,到周六的时候 今天是星期天,今天星期天说错了 那我呢,刚才我就说录了一些 录了他们热身的,我就说介绍 我说你看这是英国的孩子,在背后他们在热身 其实我也不会有别的意思,然后照我孩子的球队拍了一些 又说家长,怎么怎么样,我正说着呢 也就说了七八分钟了,我一共才十四分钟的录像时间 还挺冷的呢,因为在乡村这边 这个季节昨天是下了一天雨,而且挺大风的 我说给大家录一个小视频吧,看看吧 我觉得对英国的文化,对英国的生活有个了解吧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缩影 一个非常普通的一段这个村民的生活吧 我说叫村里其实就是一个镇 因为他们住的比较分散 因为在乡村这部分的都是树很多 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这树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树的场地下呢 开了个篮球场 排球场,排球场 对面就是树林 然后星期六一定是要来看一下的 一定要散步啊 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就 我说那我对不起了,我不录了 我说就是给亲戚录一个小视频 叫他们看一下 不会有危害,但是那个人非常坚决,说的你不应该录 严格的说是不可以的,因为按英国的法律是没有得到允许是不可以录这个儿童的 像从儿童,baby一直到16岁18岁 你没有通过允许,可能再大一点都不应该随便给人照相拍的 我就想是背景的,应该不会有什么 他们都看不到他们脸的 结果就是刚才说这个教练就,他也是因为要比赛前了吧,他的态度比较,比较那个就是aggressive怎么讲 就是比较生硬一些吧,比较紧张要赢嘛,他们确实很强势的 现在踢到现在,前半场已经进了四个球了,我儿子球队不行,他们一个身高倍那么高,第二没那么强壮,然后第三他们的战略上技术上还不够好 然后还说回开头吧,我又插话了,结果我说那当着我孩子教练的面我不能太什么,我说那对不起了,我是录了点录了点,我承认了,然后我说那我当里面,我说我当里面删掉吧,你看我删掉 然后我就放到那个垃圾箱,我就点了一下,就把那两小段都给扔掉了,哎呀,很冷,很冷 这说明,我也很,我也很,我也很,我也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今天真的很大风啊,看不看 就是在英国的生活应该是守规矩的,这是对的,所以我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只能跑这么远, 跑远一点,他们这背景还在踢呢,就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它住的区域不同,假如说不同的名字,假如说张村,李村,王村,或者王庄,就这么,假如说这个名字呢,每个他们村里的这些,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的,但是住的是近的,所以按这片住的呢,他们就家长, 搞的这么一个,然后交很少钱,一年,还是一学度,才30磅,50磅啊,就很少钱,而且还给套衣服啊, 然后呢,这个每星期一训练一次,这个风雨无阻的啊,只要是一开学,他们就会在,一个下午,晚上假如说六点到八点两个小时训练,大家聚一聚啊,你近的就骑自行车了,远的父母就要送一下,我就是这么多年就这样过的,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助理,就是看看边线,这是两个大人,两个大人,两个父亲吧,都是,都是球队队员的父亲,他们就自愿出来搞一搞这个活动, 啊,然后呢,这个,这个比赛呢,比赛本身呢,就是,完全是,完全是,就是,然后有自愿组织的,啊,大家,教练们之间联系, 然后说呢,那咱们,哪个星期天咱们一起踢一次,那就踢一次,啊,然后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就跟着呗,啊,有时间的话,啊,身体允许,精力允许, 然后也就,就过来了,全家开车,把孩子带过来,然后呢,啊,一边家长在一边,啊,就互相鼓励,他生的喊叫,啊, 啊,当然都愿意自己孩子的队踢赢吧,啊,但是,啊,有赢有输,那是肯定的,啊,然后呢,这个教练呢,不对,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裁判,裁判呢,是他们,呃,不会在任何,呃,就是,自己村里请的,一定是,有专门做这个的,就是,也看,我刚才跟这个裁判聊了几句,啊,呃,也,怎么也得五十多岁了,六十来岁了, 然后,啊,啊,我问他哪来的,他就说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得,也得看半个小时以外的地方, 然后他今天就说,呃,有两,有两场裁判吧,啊,我问他多少钱,我说,我说,我可以多少钱,一般英文人不喜欢问的,哈哈,嗯,我就好信吧, 他说,哦,30半,30半,啊,啊,我看也挺好,我说不错呀,我说你可以早晨,哦,自己吸吸,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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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空气,又帮了孩子们裁判, 然后呢 你又有些收入 他说是啊不错挺好 就这么着 都是聊几句吧 原来我没心事跟他们聊 我说今天就有这个情绪了 我说跟他们说几句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家长的肯定是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站在旁边 然后呢 有的就是带着狗出来 溜溜狗啊 像我孩子呢 我女儿就跟他这个另外 就是跟他另外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就是球队 队员的一个男孩子的妹妹 就这么个关系 所以呢 我们都几年了 就这夏天也挺好 夏天是不错 阳光明媚的 然后十点来中呢 是非常好的树林 空气清新啊 看到松鼠啊 听到鸟叫啊 看到很漂亮的树叶啊 所以呢 就是说 然后你也结识新的朋友 然后呢 跟你住的这些人呢 他们叫community 就是社区吧 大家就都有个 都有个接住吧 很短 因为下来时间都没有 没有时间 都上班工作 照顾孩子 照顾父母 然后度假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篮球 排这个足球这片呢 也就是靠这点时间 大家就是打个招呼 聊聊天 说说学校的情况 因为大家的孩子的年纪 都比较相近了嘛 我看打了 这会儿踢完了半场了 踢完半场了 累坏了 都累坏了 大家看看那镜头 看看有没有拉近的机会 没有 所以呢 哎呀今天真的很冷 今天很冷 因为特别是乡村的地方 就更凉一些 更凉一些 因为英国人踢足球呢 他们也挺认真的 就是说这个认真劲呢 怎么讲呢 其实像咱们中国人 爱说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就没那么紧张 但是你说刚才那个教练 就是他就有那种 赛前的那种压力 好像非要赢 其实你看看他们的大块头 我说我想照着他们的大块头 16岁 就说现在这些孩子 真的营养好 发育也快 也好 然后呢 就16岁 他们几个大个子 一共几个大个子 他那个都长胡子的 那个教练跟我过来 我们这个队的教练跟我说 他说哎呀他们的 他们的孩子 就是单个的这些孩子 实在块太大了 他说简直是像 打橄榄球的这些孩子们一样 然后一比我们村里的 就比较轻瘦了 像我儿子在队里头是应该算是第二高大的 但是也有一个最高的 才不到16岁 真的已经一米八了 但是另外呢 小个子们跑得很快 都很卖力气 拼命的追 传球 非常可惜我不能给大家看到这个情景了 所以就说吧 然后他那种紧张气氛 有的太较真了 不是那么有一地比赛地儿的 家长之间不说话 有时候有的教练还友好一点吧 然后还能说还说两句话 一般也不说 然后就还老见面 还老约 你说怎么整 还好这口 咱们说这个意思 他们到最后区域也有一些大赛 因为他这些小赛都计分的 就算是这是一个普通的 约完之后的 他也是应该是在这个安排日程里头 一个学期又踢几场 跟哪个队踢 然后这个区 最后还是有一个屏蔽的 所以我们村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时间 孩子们十五六岁学习都非常紧张了 都正要考高中了 所以挺有意思 他们还在那休息呢 大家看后边 在那讲 所以蓝队 蓝队确实是 然后那个教练跟我 刚才跟我念的 他说 哎呀我的天 压力大呀 你看他们其中有两个 都胀糊子了 这哪是篮球 哪是足球运动员 他简直是像橄榄球运动员 大家知道橄榄球一定块大 像牛一样 冲的撞的这样 所以呢 足球在英国是非常流行的 我都不会看的 我开玩笑 我说我要看足球 看比赛 我就看那帅哥跑来跑去 看他们的帅劲 因为非常有型啊 发型啊 态度啊 有的就是各种各种各种那个 这种跟观众讨好啊 叫好啊 确实不错 有的听的确实挺好 所以呢 今天就给大家简介一下吧 非常遗憾 我不允许的确实挺好看的 我不允许接近 不允许接近 我要守规矩 是对的 看吧 不知道有时候 什么时候有机会 能走个近距离的 都很难 都很难 因为大家 他们需要孩子 受到保护 因为他们也是家长嘛 就阻止我这个教练 他也是家长嘛 他有责任 他有十几个孩子 他也要照管好 所以我非常理解 我也是很主动的道歉啦 然后我当他们也就是给 给delete 就是给消除了 所以大家都没事了 好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吧 反正七七八八的 好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给大家尽快看看树林 哎呀 看不到